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向您问好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刚才讲的是约静论经 约该清静的境界来论静 就是常好作禅 再以闲处修设其心 这就是修学佛法求定的前方边 二十五方便都具备 同时依法修指观 那就是正修定门 那么因为在前面建议定两门 已经说了一部分告一段落 所以接下去先来一个总结 对文殊菩萨说 文殊思理 世民初清静出 那么对文殊菩萨说 这就是行菩萨道的初学菩萨比丘 应当先学习 学习该清静的地方 就是持戒修定 这是第一段 后边越非远非静来论清静 所以第三就是越非远非静论经 非远非静啊 远是远离 静是清静 这里不叫它叫做远离 也不叫它叫做清静 是什么呢 这是顺理 以菩萨智慧的境界 以菩萨智慧的境界来说 也不叫做远离 也不叫做清静 非远非静方面 来论这个该清静的道理 所以古的说 菩萨如大火去 四边 四边 接不可灼 接着了就必定会被烧 非静 菩萨好像大火 四边都不可以接触 接触到就要被烧 好像一把大火一样 这是说什么 菩萨是转破众生的执着 您凡是有所执着的地方 到了菩萨的境界里都要被它破掉 好像烈火 那么这是 所谓非静 那么菩萨虽然是越破支方面如大火区 越体悟法空的道理方面来说 修学佛法必定需要学习的 所以另外又有一句话说 菩萨如清凉池 四边皆可揉 揉着清凉 菩萨好像一个清凉池 那么这个清凉池东西南北四边都可以进去 只要你能进入菩萨的清凉池 人人都得清凉 所以叫做菩萨如清凉池 四边皆可揉 揉着清凉 这是飞圆 飞圆 飞圆就是经啊 怎么进 进菩萨的清凉池 所以大平菩萨里面说 不学一切法 明学菩萨 就是说 不随顺一切法的流转 能去向于菩萨 破除一切的虚妄执着 那就叫做入菩萨 所以菩萨就像一个清凉池 东西南北都可以进去 进去旧的清凉 这是飞圆 大火去 飞净 那么您如果能够接近一步了 所有的执着都能破除了 所以这就是越飞圆飞净 来论清凉 这就是修学菩萨道上 应当要如法修学的地方 那么所以论净 那么这一课里面呢 有三段文 第一 总标净制 第二 别式 第三 结成 先总标明 飞远飞净的境界 以能清净的这个智慧 经文只有一句 福知 菩萨母后山 惯一切法空 惯一切法空 这一句话 就是总标 所缘之境 与能贯之志 这个能贯之志 就是本有的智慧 所谓了因佛性 发出这个智慧功用 来观察一切法的境界 那么对一切法 该怎么样去观察呢 下面就说出 该怎么观察了 所以先标出这个智慧 然后加以别式 下文 就是别式 分别解释这个智慧 别式里面 经文 如始下 不颠倒 不动 不退 不转 如虚空 无所有性 一切语言到端 不生 不出 不起 无名 无相 实无所有 无量 无边 无爱 无障 这就是别式 这就是别式 分别解释 灌一切法 空的意义 以波瑞三空的灌法 灌一切法 那么这个一切法 用十八种的 这个方式 来说明他的空意 如实相 就是分别解释 所灌的 实法 界的境界 那么就是天台的 实圣灌法里面的 灌不思意境 不思意境 就是诸法 实相 灌一切诸法 当体就是真如实相 实相 是无相的 因为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所以是无相 才是实相 凡是我们眼睛 看得到 耳朵 听得到的 六根能够接触的 那都是假的 都是虚妄 不是的 所以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 非相 这见如来 那么这就是 看一切法 当体无相 所以 叫做如实相 那么虽然无相 而能显现 一切诸相 一切相 不利这个实相离题 这是假惯 惯一切法 如幻如幻 所有的现象 都是如幻如幻的 假相 所以实相 又是无不相 又是无不相 一切相不利实相 离开实相 没有一切相 可得 所以实相 又是无不相 这是假 前面是空 这是假 那么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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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理就是无相 无不相 那么站在实相 的本体这边 是无不相 是无相 站在实相 的妙用这边 是无不相 所以真空不爱妙游 妙游不爱真空 那么这就是 无相 无不相 为实相 假如你以实相 之境来灌一切法 无法不是实相 所以实法 界境 通通都是中道第一 一地 实相 之理 这个道理怎么说 举个例子 假定说 你用一个金子 几慢 金子 用金子 去造成 实法界的假相 用金子 去做佛 金子 做菩萨相 乃至金子 去做地狱 恶鬼等相 你看他的相 边 有佛 有菩萨 乃至有六道凡夫 有地狱 恶鬼 属生 你看他的体 同样都是金子 佛像也是金 菩萨相是金 就是第一恶鬼 出生相 也是金子 你看他的体 独不立金体 样样都是金 所以古的说 如金做气 气气皆经 你用金 去做各种的躯基 无论什么躯基 看他的体 通通都是金 当地就是实相 这就是 观十法界境 都是不失意的 中到第一地 空甲中三贯 同时具足 所以天台的一心三贯 一空一切空 甲中皆空 一甲一切甲 空中皆甲 一中一切中 空甲皆中 举一法二三法具足 三一不二 这就所谓 这就所谓 看一切法 就是实相 那么离开实相 别无相口的 所以如实相 这是第一 第二 不颠倒 颠 顶也 头顶 这个地方叫做颠 最高的地方 这个叫做颠 那么应当顶天立地 头顶对天 现在你把它倒过来了 倒过来 脚朝天而头朝地 这就倒 这个叫做倒 颠倒两个字 就是本来应当朝上的 你现在把它朝下 颠倒了 那么我们众生 本来当地就是佛 一切众生皆有佛心 可是现在在轮回六道 轮回六转没有停止 这就是因为众生心颠倒啊 怎么颠倒 任妄为真 任贼为直 任这个原力心为心 不认真心 那么因此之后有这个颠倒 所以轮转不信 假如你能体悟诸法十相 就不会颠倒 就能远离一些颠倒梦想 我们天天在念心经啊 般若心经 远离一些颠倒梦想 我们平常都在颠倒梦想之中 在哪里过日子 现在你如果能够契合 诸法十相之理 就不会颠倒 就不会随颠倒进而流转 所以叫做不颠倒 第三句 不动 唯唯不动 如如不动 成佛了 霸风吹不动 大家都知道 苏东坡被一个屁打过江 而他做的句子 而他做的句子是霸风吹不动 那么他一个屁打过江 被屁打过江 就是因为颠倒 假如不是颠倒 屁打不过江 就是真正的枪打也不过江 所以众生因为有颠倒 所以会被屁打过江 就是会动 动不出这个霸风 力 衰 回 欲 趁 鸡 苦 乐 这个叫做霸风 霸风当中啊 霸风 霸风 霸见风 这霸风 霸风当中有四顺四利 利 利益 利益是顺境 顺风 哦 你得到利益啦 啊 例如你得到横财啦 得到大赚钱啦 得到多少草票啦 嗯 那你会高兴 得到大利益 高兴 嗯 这是顺境 衰 衰败 衰败 嗯 衰败 严重情况啊 脈炎也会长虫 哎 啊 所以那个碰到衰败的情况 那是逆风 很苦恼 嗯 衰净 毁 毁 毁谤 毁谤也是逆境 嗯 无缘无故人家毁谤你 说你做小偷 说你做强盗 啊 人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 嗯 这么倒霉 呃 毁谤你 那么 你如果家义变白的话 不变还好 越变越糟 所以古人说 虎以西方 越 无变 不要变 越变就变成 越苗越黑 嗯 所以古代有个比方说 例如你在写字的时候 毛鼻子啊 那个墨子 如果滴了一滴 滴到这个纸上面 你不要动它 不要擦它 不要动它 一擦 整个纸都没用了 都黑了 你不要擦它 让它慢慢干掉 没事 啊 这个 是非中日有啊 不听自然无 世间的事事 灰灰一天到晚都有 随人背后无人说 哪个人 先不说人 啊 哪一个人背后 没有人说好说坏的 啊 好是不出门 二是传千里 嗯 那么说好说坏 嘴巴是人家的 封不住的 让他去说 啊 那么没有一个人 人在人的面前 不说别人的 啊 没有一个人在背后 没有人说的 都是如此如此 你一个人 从这个地方走过了 背后他 看到的人 他就在指指点点了 后面就在那批评了 他又如何如何了 好的坏的 统统扳出来 嗯 那么不管人家 怎么毁谤 不听自然无 嗯 那么 毁是逆境 欲 赞叹啦 欲 好话 赞叹 顺境 哦 你了不起啊 你很好啊 哦 如何如何 捧上天 哦 那么 那你听到很高兴啊 哦 欲 赞叹之风 哦 这是顺境 趁 趁也是称赞 说好话 当面说你好话 哦 褒奖你 替你戴高帽子 哦 那你会很高兴 趁 这是好话 哦 顺境 鸡 鸡风 鸡笑 啊 又冷水给你吃啦 又冷水没你淋嘛 哦 又冷水给你吃冷水 那就是鸡风法 鸡笑 不是禅宗的鸡风 耶 禅宗鸡风是好事 哦 这个鸡是鸡笑的鸡 年字旁一个鸡子 哦 那么说那个鸡笑你的话 你鸡厚啦 你给它鸡厚啦 嗯 啊 你又想鸡厚啊 嗯 这类话 嗯 你给它混啦 嗯 所以都是鸡风法 嗯 就是鸡笑你 啊 那么说的 你听起来好像是 又像好话 又不像好话 啊 那还这种话 鸡风法 听起来 如果了解它的意思 当然不好受 啊 心里不好受 啊 力衰回育趁机 苦乐是种意 嗯 你竟是苦顺竟是乐 嗯 无论是苦竟乐竟 都是近风 假如你苦乐的境界 不会被转的话 嗯 那就不会被近风所动 所以 把风吹不动 才能端坐紫禁言 啊 假如你一个屁就打过架 那不但是没有办法 他坐紫禁言 还要掉到海里去 嗯 这个不动啊 因为不颠倒 不颠倒才能不动 假如你还颠倒的话 哪能不动啊 嗯 你如果在这讲经 你偶尔话说 啊 我说你吃得好看哦 我欢喜欢喜感不愿意 顺境 讲你在背后 哪是什么了不起啊 嗯 很平常啦 嗯 差不多啦 啊我讲起来还比他好呢 嗯 我一听到不高兴了 啊我辛辛苦苦下多大功夫啊 我在这讲给你们听 你还不高兴啊 我心里不高兴了 哎 都被近风所动了 这个屁就打过架了 所以假如你心里不颠倒 没有梦想颠倒 当然就能不动啊 佛怎么能够不动 因为他不颠倒啊 啊 总之你能够体悟诸法实际上就决定不但不动而且也就不不不但不颠倒而且也就不动啊 其实不退如果你碰到顺境欢喜逆境忧愁退了啊碰到逆境就退了啊碰到逆境就退了或者是碰到难行不能行难舍不能舍啊呃难做的做不到那么生气退心那就容易退失啊 假如你能体悟诸法实际上就能啊得到不退的境界就是不退啊 不转 不随生死流转 不随涅槃上身流转 不随生死下沉流转 唯唯不动 不痛不退不转呢 就是解释那个不动 啊 假如你能不动才能不退也就不转 啊 那么既然端坐子今年唯唯不动他还退吗 当然就没有退 不但没有退也就没有转了 就是不转了 那么既能体悟诸法实际上之理能够不颠倒也不动也不退也不转 要怎么样子才能做到啊 如虚空 如虚空 如好像 好像 好像虚空 虚空你看他动吗 虚空不动 虚空你看他退吗 虚空不退 虚空你看他转吗 虚空不转 虚空也不颠倒也不动也不退也不转 啊 这个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的道理如果不明白你看虚空好了 啊 虚空本来如是唯唯不动不生不灭 啊 假如你明白如虚空 啊 啊 所谓啊 啊 所谓啊 这个究竟如虚空 你能明白明白这个道理 啊 那就知道所谓正到十项之理之后的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是什么样的情形 啊 而虚空虽然无相 而又不拒诸相发挥 这是愣眼睛里面所说的 虚空无相 而不拒诸相发挥 虚空无相是空 啊 里面显现一些假相幻相 那就是不拒诸相发挥 那就是假 啊 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 啊 知道诸法如虚空 唯唯不动 本来如是 那么就不通不退不转 为什么会不动不退不转如虚空呢 因为他无所有信啊 他没有实体口的 一切法都是原生的 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 我说这是空 啊 那么这就是如虚空 一名为假名 就是不拒诸相发挥 一名中道义 就是诸法如是相 啊 那么一切法本来没有实体可当 所以无所有信 既然无所有信 言词没有办法表达 信量没有办法思维 所以 语言 语言道断 啊 什么叫做 因缘道断呢 古德的解释说 所谓因缘道断呢 就是 离四句 绝百飞 四句百飞 都不可当 都绝了 都绝了 所以叫做 这个一切云音言道断 银言就是言词了 银言文字都没有办法表达 那就是第一四句 绝百飞 四句是什么 四句 由武 断肠 都有四句 且悦由武论 由 第一句 无 第二句 一有 第三句 非有 非无 第四句 这个叫做四句 根本四句 然后按照这个四句去演 再 这个 再声明详细的演下去呢 有句 有四句 有句之下有四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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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 一无 有 非有 非无 这是有 字下四句 无 字下 一样有四句 无 有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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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 一无 无 非有 非无 这是无 字下四句 一有 一无 下 一样有四句 一有 一无 有 一有 一无 无 一有 一无 一有 一无 一有 一无 非有 非无 这是一有 一无 下四句 非有 非无 照样有四句 非有 非无 有 非有 非无 无 非有 非无 下四句 四句 各有四句 就是十六句 四四一十六句 这十六句 越过去 现在 未来 各有十六句 越三世 三地 过去十六句 现在十六句 未来十六句 三六一十八 三十 就是四十八句 四十八句 过去现在 未来 有四十八句 在约 一旗 四十八句 未旗 四十八句 一旗 就是已经生起来 已经生起来的四句 有四十八句 还没有生起来的四句 有四十八句 一旗 四十八 未旗 四十八 合并起来就是九十六句 九十六句 再加上根本四句的 有无 一游 一无非 有非 无四句 就是正好一百句 所以 离四句 绝百灰 四句 总不出这一百句 这一百句 统统都不是 统统都不是 因为用语言文字 没有办法表达 所以叫做 离四句 绝百灰 由无四句 如直 断肠 四句 也是相同 肠 断 一肠 一断 肥肠 肥肥断 照样可以言 这个四句 肠 下面又是个肠 肠下面有个段 肠下面就有一肠一段 又有肠下面的 肥肠肥断 同样的方式 跟有无一样 也可以言成一百句 那么总之 凡是两个对待 有两样东西对待的 都可以言成一百句 总而言之 用言词去表达 但没有办法表达 增加一句 叫做 正 正于棒 正于棒 增加一句 就是增加一句的诽谤 叫做正一棒 棒是诽谤的棒 增加一句 是正一棒 减损一句 叫做 损减棒 那么 加也不对 减也不对 总而言之 用言词表达的 统统都不对 所以不能用言词表达 佛法 对于般若方面的道理 很难了解 所以 所以 离经一字 辩同母说 可是 一文解一 又是三世福愿 一文字解一 那是三世佛的愿家 一文解一 三世佛愿 离经一字 辩同母说 怎么说才对 你想想看 要怎么说才对 离经是同母说 按照文字 消文示意 那是三世佛的愿家 所以佛法不可说 不可说 不能说 但是 因此之故 博瑞里面说 生不可说 不生不可说 生于不生不可说 不生不生也不可说 四句皆不可说 既然不可说 为什么有佛法呀 有因缘故意可的说 什么因缘 四世坦因缘 世界世坦欢喜意 可以说 为人世坦 生善意 可以说 对治西坛灭恶意 可以说 第一意西坛入礼意 可以说 有四西坛因缘可以说 没有四西坛因缘 统统不口说 所以诸法实际上 本来就是一千亿因缘道断 既然一千亿因缘道断 诸法本来就是不生 不生就没有生命 不出 不出就是没有来去 不取就是没有生其也没有灭 明字也不可得 相也不可得 无名无相 不生不出不取这三句 中贯论 龙树菩萨的中贯论里面 叫做八不 详细分别有八种不 中论的句诵里面叫做 不生亦不灭 不长亦不断 不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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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来亦不出 就是第二句的不出 那么里面就包含不齐 所以不生不出不齐 就是包含龙树菩萨的中贯的八不 一切法本来就是如此 没有生灭构境等等的相口 也没有正见口说 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 能说是因缘 善灭诸细论 懂得因缘法 他就不会被这些戏论所专 所以不生不出不齐 你看一切法 各个有他的明 明是实在吗 假的 都是假明 所以无明 没有实在的明可当 举例说 活 活是明啊 那么这个活的明是真是假呀 绝对是假的 假如活是真的话 你说出活来就要烧你的嘴巴 假如活是活就是真的话 就是真的活的话 那你一说活 不要把你的嘴巴烧掉了吗 谁 谁也是假明 谁是真的吗 假的 假如真的 谁就是真的东西的话 你说出谁 谁就要从你的嘴巴流出来 所以一切法只有假明 所以世间法呀 这个假明都是人 人把它安上去的 哪里有实在的名字啊 我出现世间的时候 我的祖父替我取个名字 我就叫做什么名 我出家了 我的师父替我取个名字 叫做会姓 我就叫做会姓 那么人家叫我会姓 我就叫做会姓 假如当时我的师父叫我会姓的话 我今天就变成会姓了 不过不会看姓 所以这个名啊 都是假的 随便挂上去 假的 假明 你明白这个世间的假明的话 你就不会被这个明所转啊 怎么不会被明所转 假如有人骂你 骂到会姓 会姓反正是假明嘛 那师父替我取个名字叫做我的 实际上世间上也不是自我叫做会姓 我记得有一年 台北邻地市船舷 新舷有六百多 新舷的登坛的棒里面 我看了 叫做会姓的有六个 世间上也不是单为我取这个名字啊 这个会姓两个字不是为我而建立的 所以这个是一种假明 你不要认真 明是假的 像也是假的 你看哪个像是真的 世间一切像都是在实时在发生变化 凡是有所变化的都不是实在的 都是假的 所以无相 我明无相 什么一回事啊 实无所有 因为他没有实体啊 前面那个实字啊 就指他而实体 一切法的实体不可得 无所有 没有实体可得 既然没有实体可得 一切法都没有实在的这个形象 没有实在的体质可得 当然就没有实实在的这个现象 所以无所有 那么下面再加上这个无量无边 无碍无章 这是什么意思呢 无量 量是数量 经论里面常说的 五运 六如 十二处 十八件 这些民宿法中啊都没有实体 这些量的民箱 不可得 五运 无运皆空啊 六入 六入也皆空啊 十二处 十二处也皆空啊 十八戒 十八戒也是皆空啊 一空一切空啊 那么因此这个五运包团一切法 入 处 十五戒通通都不出这个五运法里面 所以一切都是空 啊 既然是空这个量的民箱不可得 所以叫做无量 啊 编 编是编辑啊 法有编辑吗 编辑不可得 啊 你看虚空有编辑吗 虚空尚且无编辑火谎 诸法的十项呢 诸法十项本来就没有编辑 因为它横辨十方啊 横辨十方哪里来过编辑啊 无碍 有实体才有碍啊 例如说这有个杯子 这里有个毛巾 杯子有实体 毛巾碰到毛 碰到这个杯子 你们彼此有实体 会相碰啊 就有爱啊 彼此都是假的 没有形象 没有实体可得 哪里来过爱啊 爱就不可得 所以无爱 这些诸法 如如不动 都是平等没等 没有爱相可得 所以无爱 既然无爱也就没有遮障啊 障是阻止啊 障碍啊 无形无相 后来障碍 诸法十项本来如是 无形无相 就没有障碍可得 所以叫做无障 这就是以十八句 解释第一句的总义 一切法空 一切法怎么空 以这十八句的意义 说明它的空 后边第三 结成 但以因缘有 从颠倒生 故说 这是总结上文 既然一切法空 以十八句来说明它的空义 那现在我们眼睛看到 一切法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一切法呢 但是因为有因缘啊 有轻因住缘 众生造业的轻因 由此发生这种种住缘的现象 所以有众生的颠倒心生啊 众生如果不颠倒 这些象就不够的 所以一人发真归缘 十方虚空 细节消润 愣眼睛说的 如果有一个人发真归缘 回到本来的自信 诸法实相 十方虚空都要消润 都不可当 何况是一切法呢 那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一切妄想 远然是有啊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真归缘 因为都在假象 都在戏台上 所以有这些现象 因为你还没有发真 没有归缘 假如你能够发真归缘的话 这些假象都不可当 所以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 因为你有颠倒 所以生这些假象 所以说 但是因为有因缘的缘故啊 所以从众生的颠倒心生 生出这些世间一些假象 故说 因此之故说一切法 当体都是空的 那么学菩萨道 应当经常喜欢观察这个道理 所以说常要观如是法相 这个道理要常常去观察 这个佛法的 这些明相 常常去学习 去观察 才能够体悟诸法实相 就是说 闻而思 思而修 然后总结说 这四名菩萨摩霍萨第二清净出 所谓第二 就是前面禅定是第一 这里开发智慧 求证波罗智慧 是第二 实际上是同一个 身安乐形 那么上面 对于这个 辉缘辉卷的 阅理显示 应当清净的道理 大致就说到这里 已经差不多 但是在十八句当中啊 里面所喊的道理很多 里面包含的道理很多 法法文句 法法会议里面 会议里面 对这十八句的解释 解释有好多种 假如一一都要提出来 说明的话 那有很多很多的时间 不过里面有一种啊 是何福波罗的说法 我们需要学习 需要知道的 那么就是说 大平波罗里面 大平波罗波罗明星 大平波罗里面 说空的道理啊 有十八空 十八块的空的道理 十八空 这十八种空啊 对照这十八句来解释 它这个意义更明显 更能够体悟诸法十相的这个波罗的 所谓十相波罗之理 由观照而证十相 大平波罗里面所说的十八空 第一是内空 第二外空 第三内外空 第四空空 第五大空 第六圣意空 第七有为空 第八无为空 第九必经空 第十无济空 第十一散空 第十二 一切法空 第十三 本性空 第十四 自相空 第十五 共相空 第十六 无性空 第十七 自信空 第十八 无性自信空 这是大平波罗说的十八空 弦状三藏翻译的大波罗经啊 就叫做二十空 它这个二十空里面再加上一切法空 不可得空 其他都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十八空 可以配合这十八句来解释这个观一切法空 观一切法空的第一句是总意 总说十八种空 十八种都是空的 那么然后如实相以下配合这个十八空 但是不次第 次第跟原来的十八空不一样 那么第一句的如实相 就是第六的第一一空 如实相 就是第一一空 第一一空显示诸法实相是零 就是圣一空 也叫做第一一空 就是第六的圣一空 第二句的不颠倒 不颠倒就是第一的内空 内空 内空是什么啊 眼耳鼻舍身意 六入空 六入是空 所以叫做内空 人的身心内 人的身心内 六入是空的 这个众生不知道六入是空 所以颠倒 指着我的眼能看 我的耳能听 乃至指着我的意能知 那么由这个见闻觉子对入外境 身体颠倒 现在怎么能够不颠倒啊 因为内空 知道内空就是不颠倒 所以第二句的不颠倒 就是十八空的第一 内空 第三句的不动 不动就是外空 什么叫做外空 外六沉浸 色 生 香 味 触 乏 这个六种沉浸是空 因为这六种沉浸在人的身心之外 认为是在外边 所以叫做外空 这个圣山香味触法 都是众生 因为颠倒 才认为有这些假名 那么这都不可的 当体即空 那么你知道外空 所以能够不动 不动的原因 因为知道外空 知道外空才不动 外 外面的沉浸 外面六沉浸 你不知道它空 就会被它所动啊 你看到好看的颜色 你被这个好看的颜色 所转 不就动了吗 你听到好听的声音 就被这个声音所转 那你的耳根不就动了吗 乃至这个鼻子闻的香 舌头知道味 那么由此被这个沉浸所转 都动 现在知道外空 就不动 知道外空 明明知道它是空的 你还动吗 当然就不动了 所以不动 就是第二 外空 第四 不推啊 就是内外空 内六层 内六肉 外六层 都不动 我知道它是空的 所以内外都空 所以不推 第五 不转 不转 就是空空 什么叫做空空啊 能空 前面三空的空也空 能空前面内空 外空 内外空的三空的空也空 所以叫做空空 所以不三空啊 了真空一见性 那么能知道三空 所以不转 不会被它所转 不动 不退 不转 就是外空 内外空空空 如虚空 第六句的如虚空 就是第五的大空 太虚空的大空 一切法空 好像虚空 所以叫做大空 就是如虚空 第七的无所有性 就是第九的毕竟空 怎么毕竟空啊 因为无所有性 没有实体口的 所以毕竟是空 第一半的一切语言道断 就是一切空 也就是一切法空 第十二的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所以一切语言道断 既然一切法空 不可说 不可得 所以一切语言道断 第九的不生 就是有为空 有为法 你看是有生命 本来是不生命 所以不生 就是有为法空 就是第七 第七的有为法空 第九的不生 就是第七的有为法空 第十的不出 就是无为空 无为法 没有生起 没有出入 所以无为法当体即空 第十一的不齐 就是无此空 一切法的原始 不可得 所以无此空 开持的相 不可得 第十二 无明 就是本性空 就是性空 第十三的性空 第十三的无相 就是第十四的相空 第十四的十无所有 就是不可得空 第十五的不可得空 第十无的无量 就是第十七的有法空 第十六的无边 就是第十六的无法空 就是无性空 自性空 第十七的无爱 就是有法无法空 就是无性自性空 第十八的无障 就是散空 没有障碍 所以一切法 都是去散不可得 所以是散空 这是以十八空 来说明这个经文 别式的十八句 这十八种都是空 都是以中道正会 来显示这个空意 因为明字有十八 空并没有十八 空是一个 空是平等 没有差别 随十八种境 说有十八空 所以 大平般若里面说 如来常修十八空意 说佛呀 经常修这十八空的意义 因此之过于十八空 解释这个十八句的道理 这就是 修学般若 必须要常常去学习这十八空意 明白这个空意呀 才能真正了解波勒的真正的道理 到此为止 长文讲完 生安乐型的长文讲完 下面的剧众啊 我们留以后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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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文化基金会 五性财神 五方佛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方佛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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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藏传佛教逐渐弘扬起来以后 以不同修持需要 才发展出黄、白、黑、绿、红夫等 五尊不同形象的赞巴拉 并配合五方佛的概念 而形成五性财神 虽有五尊神奇 但财神属性仍是相同的 绿财神行咒 绿财神是北方佛优独如来的画线 绿财神 一头二臂三目 头戴寡冠 以珠宝阴洛为式 下身着丝绸 右手持如意果 左手着土宝鼠 他的佛母是浅蓝色身的财源天母 与绿财神共坐于莲花月轮上 功德 令一切活动成功 圆满 进化厄运障碍 成就一切冤枉 佛母 律夫 一面二臂 手持南乌婆罗花 象征智慧 佛父 佛母 拥抱代表 卑质 结合的修行 因此修 绿财神 除了聚财之外 也希望能达到 卑质 结合的修行 佛父 佛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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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